近年来毒品的氾濫除了影响个人身心健康外 更严重影响到社会秩序的安定 为了杜绝毒害 县府也积极办理各式宣导活动 对此县议员陈一军相当肯定县府的用心 但为了提升宣导效果 避免毒品入侵校园 陈一员也提出建言 希望日后在进行宣导防治工作时 能够加入让孩子们更有感的情境与内容 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 提高他们警觉性来运离毒品 反独宣导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多提出一些 让人有感的真实的新闻事件也好 像今天几个议员提到的 他因为想要去吸毒 所以他会去抢劫 他因为想要吸毒钱不够 所以他想要去偷电哪些 那甚至还有更可怕的 身心受到伤害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我们未来在 反独上面的一个重点 那我也很希望 我们也可以看到真正的数据 通过我们的宣导到底有没有下 然后他降低了多少 真的对孩子有帮助吗 这个才是真正反独的重点 先远林方宇哲特别指出 在这少子化的社会环境 每个孩子都是家长的宝贝 如何让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 更是重要的一项议题 所以为了避免校园内出现毒品 来危害孩子们身心发展 也希望在工作繁杂的情况下 陷阱局还能将学校内外环境 列入巡视重点来加强巡逻 在这么多的会期当中 本习也一再的要求 一再的重视跟关心 希望说毒品不能进到校园 少子化的这一个社会 每一个小孩子都是父母心中的宝贝 所以怎么去维护校园的安全 怎么让这些学子们 能够在一个安全无虑的环境中长大 是我们的责任 警察的工作是很吃重的 如果可以的话 也可以校园的巡视工作 周围的巡视工作 也能够列入我们的一个重点 在昨日校午定期会议程期间 先议员陈宜君林芳宇 针对毒品防治相关宣导与规划的议题 也来向县府提出许多建言 盼能够有效防范毒品入巡校园 让孩子们在一个安全环境下学习成长 记者卢宇凯 蓝头先议会采访报道